请收看 汇律法师 佛学讲座 底下这一段 念佛 方便文 方便就是善巧方便 怎么样能够设心 怎么样能够入清净自信 让你了解万法维心照 这一段有点深 主要是文字 是江公望 念佛方便文 江公望写的 是出世间之法 不管是世间或者出世间 修行也好 搞世间法出世间都一样 遇得成办 又要审理 成办就是要能够成就 要能够省力 没落细心一元 细心就专注 要专注在一个元 就是只如称念阿弥陀佛名号 就只有一个 你一直要好好的念 南无阿弥陀佛 这句圣号 念落出世间之后 不为日久耗发脏气 此时极客 心念随动 耳根本身 耳根本身身 分别四身 文性内窑 谁出不凡 十三 称老 鸡九 或代 这个一看就知道 完全看不懂 不知所言 好了 这个是指自修的时候 不是供修 自己在自己的佛堂 自己一个人要用功的时候 是念若出声 就是我们自修的时候 自己的声音念得太大声 用力过猛 声音太大 念太大声 不好 不为日久 耗乏 脏气 这个脏是指肺部 不但耗费了 我们的肺部 这个气力 脏也可以说五脏 因为都是息息相关 息息相关的 你用力过猛 日子一久 就会损耗你的气力 五脏 肺腑的力气 那么 刺舌 疾磕 疾磕就是扣 扣 扣头的扣 扣手的扣 这个痴 就牙齿 舌 就舌头 疾磕 就是互相疾磕 牙齿跟舌头 互相机扣 因为 念得太大声 这不是指共修 是指自修的时候 心念 随动 因为声音太大 妄想射不住 就是心念 随之妄动 因为声音太大 心射不住 耳根 承栏 承栏就是接受 一念出声 耳朵 太大声 震动 耳末 怎么样 因而分别 四声 四就是心 分别心 就起来 怎么样 文性 念咬 因为用力共蒙 结果心性射不住 因为一直摇动 随出不反 随着妄动而出 不能够反着 底下加自性 因为随着妄念 妄动而出 没有办法返回自性 四三 尘老 哪三呢 第一个 耗费 脏气 第二个 分别四声 第三个 文性 内窑 第一个 念太大声 耗费 脏气 第二个 分别四声 第三个 文性 内窑 这三个呢 身心都很疲劳 让我们身心很疲劳 积酒 或带 这样修行呢 受不到效果 很容易 披带 因为太累 所以诸位 修行 过猛的人 日子撑不久 日子撑不久 要细水 长流 每天过定功课 一步一步来 要滴水 穿石 你看那个 最近很用功 那不一定 不一定啊 对不对 等一下啊 这积酒 或带 懈怠了 若只心念 却不出声音 只有心 默念 可是呢 没有声音 外积 不抽 积就静了 就是外面的音 这基本的就是音 是知积 其神乎啊 了解他的动机 就跟神一样的伟大 知积 其神乎 哎呀 如果了解一个人的起因 了解一件事情的音的根本 对不对 你要查这件案件 就查这个动机 这个外积呢 就是外境 外音 不抽就引不出来 因为没有声音啊 音声属于外境啊 不抽就不显的意思啊 外面的音声的境界 不够显著 抽就是引不出念头 为什么 因为没有声音啊 内对不出 内对就对念 对内引不出 心的念力 就是内对不出 反过来 对内引不起念力 所以这个念力 还是要靠外面的音声 哎 要靠外面的音声 所以要念出声 念出声 也不能太大声 但是也不能没有声音 啊 沉着 昏住 如果不出声 很容易睡着了 啊 一尘 一昏尘 心容易左 提不起劲 昏住 为什么 很快就睡着了 啊 你我们以前去打佛七 就这样子了 哎 打佛七的时候 啊 这个 指尽的时候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一打完 没多久 就出来一种声音了 这样 呼 呼 呼 好 这还不是普通的功夫 真的 我们以前打大针佛七 精进佛七 哪像你们这么好命 一天拜一千拜 一天拜一千拜 念两万声的佛号 九之乡 从早上凌晨三四点 看到晚上 将近十一二点 真的 都是这样子的 没有像这样好命的 不过有的回疗房 也许在用功 回疗房以后就 打佛七 不要吵 什么事情 打大哥打手机 我们这里 没有说 严格的规定 怎么样子 我们不会这样子 毕竟现在教育 大家不太一样了 自己 自己 自己觉悟 七天 把手机关掉 不要对外联络 好好的设行 回到 疗房 还是要用功 还是应该这样子 底下 这沉着 昏住 一尘 废望 因为念不出声音 废望 将来就慢慢就废出 就忘掉了修行 一直提不起劲 所以昏住 就是在那边提不起劲 昏昏沉沉的 一尘 废望 有巧方便 有善巧方便 不用动口 你不需要动口 也不必出音声 就是音声指太大声 不出大音声 不需要动大 动大这个口 也不需要出很大的音声 只是用这个舌根 舌头 轻轻地敲击 牙齿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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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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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敲击前十 轻轻地敲 用这个舌根 轻轻地敲击 这个前面的牙齿 心念随应 因为我们念头 就在舌根 灌注一心 舌头念出来 撞击这个牙齿 声音 耳朵听进去 随心应量 随个人的心 应所知之量 应念佛之量 随心应量 随个人的能力 心力 念力 应自己所了悟的量 体悟的越深 念得越定 体悟的不深 念得越烦恼 寻夜 发现 寻的这个念佛的敬夜 发现种种 清净心 舌一根下 舌头 舌一根下意思是 舌头当下就是心 没有第二个心 舌一根下 下就当下 舌一根就是舌头 当下就是心 就是舌一根下 舌一根当下就是我们这颗心 意思就是舌一不能分了 舌头一动 心就跑出来 念头就跑出来 就念佛 当下 念念之中 便有阿弥陀佛四个字跑出来 因身利利可乘 舌就是详细 清楚 可以描述 表示很清楚的意思 舌不业 翘 这个翘就是六根 声音就不要超越你的六根 超越你的六根 就是声音太大 你声音没有声音也不行 太大声音也不行 超越自己的六根的范围 自己听得到就可以 微微的出声 自己听得到就可以 所以声不业翘 这个翘是两种意思 第一个就是孔 我们头部开孔的地方就是六根 是不是 第二个就是关键 我们说翘门 翘门 这个人抓到了翘门 就是这个人抓到了关键 所以就声不业翘 就是不能太大声 这个音声呢 不能超过你这个六根的范围 因为是微微的念 因为是微微的念 文性内容 这样射心射得住 六根不外圆 又不用费力 然后往内看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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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念佛 念给自己听 念给自己听 文性内容 心应时机 这个机就是舌根 机就是义的意思 心就是念头 念头随着舌根就出现了 机就是舌 机抽念根 机就是这个舌根 念头一跑出来 抽 念根就清静自信 抽就引出 这个舌根就引出清静自信 因为听自己的声音 舌根不会念得很大声 但是也不是没有声音 所以这个舌机抽念根 就是舌根 就是念头的意思了 这个念头就抽就引出 引出我们的清静自信 叫做机抽念根 那么心跳在舌 这心就自信 清静的自信 就关键就在这个舌头 清静 心就念头 也可以解释做念头 我们这个念头念佛的念头 关键 翘门就在舌头 也可以是根本就在舌根 也可以这样解释 积极翘闻 积极念腹 积极就一次又一次的撞击 当然 那就是这个舌头 然后一次又一次的怎么样 耳朵闻 翘 就是我们的翘门 或者是根 闻就是耳闻 那 是积极翘闻 就是 急就是一次 又一次 你每一次的舌头 你每一次的舌头念 那么阿弥陀 那么阿弥陀 或者是阿弥陀 阿弥陀 舌根一次一次的念出来 然后怎么样 耳朵一次一次的闻 叫做翘闻 积极就一次又一次的 那么耳朵闻 积极就是念念 每一个念头 叫做积极 这基本的就是音 或者也可以说舌头 这个舌根 每一次的舌头撞击 叫做积极 就是舌根的意思 然后舌头一次一次的念 意思就是念念阿 积极念父 就是每一念 重复的念 我们讲的 积极就是念念 念念 念父 重复的这样念 用智慧 善巧方便的念 念给自己听 念佛是念给自己听 念给自信听 心不散乱 一散乱 清静自信 马上知道 那是积极念父 技翘在耳 哪一根负责的呢 耳朵在负责的 耳朵在负责的 就翘就翘门 也可以说是耳根 因为耳要听 耳朵听自己的声音 这样你的心的念 都不会往外跑 往外跑你念不出来 从文入流 从这个文性 我们一般凡夫叫做攀岩 叫做出流 现在叫做入流 回光返照的意思 回光返照 往清静自信流进去 一般 攀岩外境 叫做出流 照生实验 那么出世间 往一面看 那个不生不灭的清静自信 叫做从文入流 从文性 从文性 接受这个音声 怎么样 来回光返照 你的起心动念 做文反经言 经言 就是维系的第八意思 这个出自愣言经 维系的第八意思呢 就是接近清静自信 接近清静自信 你文反 就是文性 回光返照 反看自己的清静自信 后来你会发现 你的起心动念 都不离开清静自信 因为你念给自己听 一有起心动念 忘念你马上可以解察 这极文空性 最后 你就能够达到 所有的音声 融入空性 原来我所有的文 都是现前当下这一念 必经清静的心 原来是离不开 我们极灭的涅槃妙心 现在极文空性 什么叫极文 虽有文 但是等于无文 虽有无文 但是也不离文 能文所文 皆必经空 但其滴滴切切 文很清楚 叫做极文 虽然文 但是必经空 虽然必经空 仍然如是文 叫做极文 空性 是三融会 三融会 注意把笔放下来 看我这里 注意看 清静自信 清静自信 在我们的心中 对不对 在心中 这嘴巴呢 念出来 心 嘴巴念出来 耳朵 文 对不对 在色色的心 怎么样 嘴巴念出来 耳朵 心 它是一个循环 知道吗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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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朵的音声 耳朵闻 就变成一个循环 文性 自己听自己的声音 自己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 不要 让它跑掉 久而久之 念念 缘通 念念缘通 为什么 这叫自信念佛 久久 睡成 唯心是观 你说起心动念 都不能离开 当 现前 当下 这个 这个心事 马上知道 所以我告诉你 修行悦久的人 起无名 马上就可以知道 动念 马上就可以知道 凡夫 起无名 就放任 一直拼命的 一直放任 叫野马脱疆 野马脱疆 所以我告诉主人 像十几岁 念高中 二十几岁 脾气 火爆 三十岁 像我在林音师的时候 那个 有时候跟一贯道的来 这个一贯道的来 在那边 那个实在也受不了 我在那边 脾气也是 那个时候 就这样 跟他在 这个厨房 那个一贯道的来 我就跟他厨房 就吵了起来 所以你不要这样子 在这里是道场 对不对 你有说法 就你们 你们找道清 找你们道场 大家就 所以我那时候 脾气个性也很强硬 那么 年少人慢慢慢慢大 慢慢大 你现在 如果说我讲 他 你会看到 一贯道的道清 你就慢慢讲吧 慢慢讲 我先起来 上面休息 为什么 一动念 马上知道 这样不好 这样不好 一动念 马上就知道 知道 因为自己 所以 反复就是 跟着自己的个性走 圣人就是可以操纵整个心态 完全大不相同的日子 这是 我们生气本来就是要希望快乐 但是生气并不能得到快乐 并没有快乐 贪真是 众生就这样 起贪真是的念头 总是希望快乐 可是他还是继续冲啊 圣人刚好不一样 刚好放下这些 放下这些 世尊悟道 万法必尽空极 无所得 这个才是真正的快乐 心灵能够享受真正的智慧 这个才是真正的快乐 原来 圆起都是假象 离假一切真 六祖讲的 离开 圆起的假象 一切通通是清净自信 你只要记住 圆起就是假 但莫住着 万法总不用写 但写无所住 但写无所住 这传心法要讲的 一等是写 直习无写 一等一二三四的一 上等的写 写禅的人 一等是写 知习无写 当下就无所写 为什么 有所写就是 霍天意识形态 无所写就清净自信 清净自信 我不需要写 霍天有所写 有所写就是语言 阴生 文字 观念 意识形态 你不能离开 这些意识形态 后天 所以后天 学问总是不堪 不堪就不能了生死 那 这禅师讲的 后天 学问总是不堪 你到 到了生死 一点用处也没有 这语言文字观念 变成自己的所知障 对文 破除执着 一点帮助都没有 是不是 那么 如果说 哎呀你学力高 反而能够迁徙 应用你这个语言的功绩 文字的功绩 学问的功绩 反而有好处 那么如果说 哎呀你读书读到博士了 学位很高 反而拿来傲视别人 或者是你学佛 学得变成老参了 是不是 人家出击的来建议 有时候你都不听 都不听 你是出击 你算什么 我老参 主委 这个也是烦恼的一种 不能离开四相 我相 人相 终身相 受者相 你动一个念头 找 四相跑出来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主委 这个实在是很难 人类那个无量节 的那种威信执着 哎呀 实在是难 很难 很难 真的很难 但是很难 还是要放下 要一步一步来 我执着过 我知道 我执着过 我知道 所以要慢慢的训练 慢慢的 随喜功德 尊重每一尊佛 我们了解 了生死最重要 对不对 生死是最为重 其一切可商量 其他一切都可以用商量 慢慢谈 生死最为重要 那 底下 久久 岁臣 为心 事关 因为你离不开 清静自信吗 自己念 自己听吗 忘念一动 马上就知道 若是立根之人 念念不生 就是当下 正悟无声 原来所有的念头 是清静自信的东西 万法必尽空 必尽平淡 虽有能念 所念 但是必尽空极 虽是万法 必尽空极 能念所念 清清楚楚 能念念不生 就当下 正悟到无声 心心 无所 无所就对 无能讲的 无所就是无能所 没有能念的心 没有所念的心 境界 无能无所 就无所 就没有能所 没有能所 能所都必尽空 了之万法 都是幻灭的东西 直入 歇集是菩提的 功夫 境界 六根 咬集 这个念咬 咬咬 三声咬 咬集就是空集 六根 毕竟无所得 念佛 念到最后 清静自信 在念佛 为什么 虽念 无有能念 所念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照念 可是了物万法 必尽空 就剩下这一念 这一念就是法 这一念就是阿弥陀佛 就行了 这个答案就出来了 我们做事还没办法 没办法就尽量念了 时间空间 应用你的环境 尽量念佛 把这些五一六层 慢慢慢慢的放下 集中精神 了生死重要吗 要不你下这里 还要再来吗 六根 咬集 发现所有通通 这种妄念 通通不可的 诸事 削弱 事 就是执着心 分别心 种种的执着 种种的分别 因为你见性了 因为你要给六根 空间 你就见性 所有的执着心 所有的分别意识形态 通通放下 叫做法法前真 什么叫法法 就念念 每一个念头 都由清净自信出来 每一个念头 通通是必尽空 平等 就是法界 叫做法法前真 念念都见自信 门门绝带 师父昨天讲 相对里面的接待 还有接待里面的接待 对对 接待就接对 门门接待 为什么 都是清净自信的展现 哪一门不是接待 这是 别而 睡成真如实相 当下就证悟了 撒那就证悟了 真如实相 实相 无关 无所不关 出击后写 出学佛法的人 或者后来 学佛的人 围出宾客 寒温时 围出平常 这客人来 来访 寒温 就季节转换的时候 忙一点 为什么呢 秋要收啊 冬要长啊 春耕吗 春耕秋收冬长啊 农民都这样子吗 是不是 寒温就寒暑了 这季节交换 我们要收个忙一点 意思就是 我们平常要接待客人 或者是季节转换 或者秋收冬长 或者春天要播种 可能忙一点 大小便利的时候 还有我们平常上大小便的时候 中暂停练 也许啊 中间会暂时停练 那其一的乃至迎办家事 做任何的家事 种种的作物 自不用舍 不需要死掉念佛 单刀之路 提起这一念 南无阿弥陀佛的念头 也自不相妨碍 也没有任何的妨碍 心口念念啊 生生称颂圣号啊 心念出来 嘴巴念出来 耳朵听进去 生生称颂 南无阿弥陀佛 诸位啊 如果这个道理不会 很简单 我现在发明这一招 叫做欣喜 就更厉害 你要买一台念佛机 记得放 有事没事就欣喜 欣喜啊 我以后那个木屋 我不叫打佛七天 叫做欣喜七天 叫做念佛七天 我就放录音带 放录音带 就这样子 用录音带 其他人讲经啊 几天 念佛七天 下午爬山 下午爬山 早上念佛 晚上开示一个钟头 净土圣贤路易节 晚上呢 开示 然后 自己露营起来 做VCD啊 VCD啊 有一年的话了 就是啊 不过那个人数啊 不多 人数不多 容纳 因为那边还有民宿啊 或者是 那个 试验所啊 那个什么 森林试验所 那个可以说几十个人 这样子 可以 好好的 念念佛 小规模的 小规模的 这个我再跟正义来筹划一下 哦 因为他负责人啊 来看他 做几个啊 怎么样啊 念佛七天 我们不叫打佛七 来就去欣喜 去就是拜佛 弥陀经不送的 做不念的 如果要做一念 就念大悲咒啊 披露真了佛咒了 念佛 六字佛号 四字佛号 拜佛 念佛 拜佛 念佛 法院求生极乐世界 一直攻 到你晚上睡觉 你都要记得要念佛 就欣喜 一直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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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学习的晚上 开始一个钟头 有这样计划了 有这样计划了 如果还没有实现 还没有实现 那么讲堂啊 我将来也有这样计划 讲堂也有这样计划 如果我比较有空 找个时间 下午两点半 念到五点 或者晚上七点半 念到十点 念佛 欣喜 拜佛 念佛 欣喜 就是这样子 平常你在家自己念弥陀经 来就是拜佛 六字佛号 四字佛号 欣喜 弥陀 欣喜 静坐的时候 我们不静坐 静坐的时候 放那个佛号 放那个快往生的佛号 阿弥陀 静坐 你要继续念佛 你不要念出声 听 两个半钟头 通通一直念佛 叫做强迫往生 不往生也不行 强迫往生 底下 心口念念深深深深深宋 圣号 更有什么 学师恶律感明于心 不好的思想 恶律 那么律也是思想 所以我告诉你 注意你的起心动念 我们因为不能控制起心动念 所以这个口业就造了无量无边 深业就造了无量无边 造了无量无边 底下 自然纯一无杂 我们念佛的人 如果要当记者 要注意 如果你是佛弟子 你又是一个记者 稍微注意你的起心动念 自然纯一无杂 若能都设六根 静念相继 那你能够射受这个六根 我们清静心就念念 产生出来 不过行乐 行乐就是满业 不出满一个月 变成三昧 就是念佛三昧了 因为你用自信在修行 声音不容许外泄 起心动念 马上知道 所以自心做佛 自心是佛 自心见佛 自心做自心佛 自心就是佛 这些阿弥陀佛 就是我们的清静自信 我们的清静自信 就是阿弥陀佛 是行见佛 见到自信的弥陀佛 为什么 阿弥陀佛也不能离开 我们清静自信 所以没有烦恼 你往生的激励就越大 诸位 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越执着 越动念 你就离极乐世界就越远 你看起来 在这个世界上好像赢 可是你输掉了极乐世界 你越受得起委屈 要越受得起 人家的侮辱 或者越能够忍辱 虽然看起来很吃亏 你看都是他赢 看起来很吃亏 你又不做任何的解释 看起来好像吃亏 其实你赢 别人负担你的恶业 他一直伤害你 你用清静心 你离命中 现在消灾 解难 离命中 生死自在 你赢 记住 这个世间没有永远的赢 这个世间没有永远的赢 你执着 就输 输掉清静自信 所以学吃亏 你就学会了一切 世心 见自信的 弥陀 上根 大气 一念直操 其实我告诉你 念佛 还是最上善的 为什么 一念直操 这句 南无阿弥陀 一句一句一切 所有的 这个假象 通通不知道 就是执着这句阿弥陀佛 还可以了生死 还可以无量功德 还可以断烦恼 为什么 不管我讲什么经典 我一定要回归净土 因为生死才有把握 你参 那有的人都参不来 所以是 没关系 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代替你参 你见性也好 不见性也好 稍微念到 这个念佛 要有一点 操了法味 要有一点 尿烧味 是不是 你总是要自己念的 有一点功夫吗 是不是 底下 平沾之流 善观方便 平沾 就是平凡之辈 自己认为自己 我很平凡 可能没办法 静念相聚 我不是上根大气的人 一念直操 可是 我很用功 意思就是平凡 自流 就是自辈的 平沾之流 你自己觉得很平凡的 也应该 善观 种种的方便 务必念佛 有点感冒 有点感冒 平沾之流 善观方便 自认为是平凡之辈的人 也应该善巧方便 善观 善巧方便的观照 用种种的方便 务必要念佛 要了生死 务必要往生极乐世界 一了百了 要出三界 这里 九点四十五分 明天还有一天 大回向 本来我要开示一天 结果就开示了两天 打搶了诸位的念佛的时间 很抱歉 我们在这里 还是特别感谢 法灿师父 特别的感谢 法正师父 还有我们这个 法善 站中间 第一天 我说法善 你开示一下 我不敢 善良 我常讲法善 将来会金刚不坏身 肉身不烂 他这个人很善良 很精进 很有修行 修苦恨的 因为整个山上的树 都是他种的 早出晚归修行 他也不牢骚 也不抱怨 修苦恨的 是老实的修行人 老实的修行人 所以法善那一天提出来说 哎呀 这个当家不要常常换来换去吗 这样子 才才刚刚稳住就换来换去 我说 嗯 建议的很好 就你当 你就永远当当家 你就拼使命的当 因为他很好啊 哎呀 就一直当当家 一换来换去 真的很麻烦 是不是 我一直说 他是真的修行人 真的修行人 我赞叹他这个女众 还是要控制一下 不要再看过 原的谱 原的谱 我怎么说 金刚不坏 人的前座 大修行人 很好 我们这里啊 这徒弟啊 很多都修得很好 就是哎呀 都 面相啊 或者是实修啊 道德啊 怎么样 哎呀 心性的功夫都下得很深 非常好 大家都很有修养 好了 我们今天呢 就开始到这个地方 祝福大家 那么身心一块 能够念佛一块 激定往生机的世界 祝福大家 啊 好 谢谢啊 好 就下课啦 下课